三 京剧的诚实性 京剧的诚实性是演员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 按照一定的艺术规范对生活进行的提炼 夸张美化的一套较为固定的表演与会 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表演规范 京剧在剧本形式 表演行当 音乐唱腔 化妆 服装等各个方面 都有一定的固定样式及其操作方法 京剧的表演形式 比如启巴 汤马走边 关门 推窗 上马 登舟 上楼等等 都是一系列的城市 戏曲燕云呢 一套城市 万千性格 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总是能够出神入化地运用城市 将城市激活 甚至创造出符合艺术需要的新的城市 老生的城市和各个行当的城市 那就非常非常多了 刚才我在前面有说过 比如的首饰等等各方面都是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脚步 还有我们的上船 上楼 都是城市 但是 这都有一定的固定的规矩 比如航档的不同 它有不同 但是上楼 它要有上楼的感觉 让观众因为是走平地 你要把上楼表现出来 一般来讲是水秀 抬在手下 滴了着衣服 往上看 代表上楼 老大爷 上楼 你不要走 快快上楼 往下看 则代表下楼 这样观众就感觉你是在下楼 你实际上还是在平地上走 但是一般都要数好了楼梯多少层 你要上多少步 不能上五步 回头下了十步 那是坚决不行的 这台阶不一样了 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我们京剧舞台上的最基本的城市 刚才我也说到上船等等 都有一些系列的城市 开门望月等等 都是一系列的城市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京剧的行当 生蛋尽丑 京剧的行当 它的划分有助于开门见山 单刀直入的表现特定的人物和性格的特征 帮助观众认识 是人物本质 可以作为戏曲演员 进行角色形象 创造的造型基础 京剧好人上来 观众一上来 他就知道他是好人 要是坏人上来 一看他就是坏人 他在这个行当的分化当中 以及他的这个半项当中就已经告诉观众的这个就是坏人 他的语言会不通的 他不像看电影 看电影 你看一个反战片犯案的一个片子 你最后才能明白谁是坏人 那京剧不通 京剧在舞台上 他那推出来的坏人之后观众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事情 观众的心里都明白 但是观众不注重看这些这个细节 看的是欣赏的是他的艺术 以及他行当当中所带来的艺术的美 也就是戏曲演员的专业分工 实演员有可能和必要去专门从事某个行当和某类人物形象的专业 创造促进专业技巧的提高 下面我讲生行 生行只吸取剧目中的男性形象 多于面部化妆为俊半的为其特点 根据其年龄身份的不同 可以分为老生小生五生红生等不同的种类 老生指生行中的中年或老年形象 一般戴胡子也就是戴燃口 比如说空城记的诸葛亮 赵氏孤儿的成英 还有我新排的剧目《大漠苏武》当中的苏武的形象 都是根据不同的表演特点分为唱功老生 做功老生等 小生指生行中的年轻人物形象 如群英会的周瑜 小艳中的吕布 根据不同的表演特点 可分为文小生 吴小生等类别 文小生也就是文人 吴小生也就是有武功的人 下面讲武生 武生指生行中身具武艺的男性形象 比如长板坡的赵云 武松打虎里的武松等 又有长抗武生和短打武生之分 前者扎大抗 重公架 后者穿紧衣 重翻打 下面我讲弹行 弹行指戏曲中的女性形象 可分为轻衣 花弹 刀马弹 武弹 老弹 类别 轻衣 多表现那些端庄 稳重的中年妇女 以唱功见长 比如 贵妃最久里的杨玉环 贵妃最后 《西乡记》里的崔莺莺本 花弹 花弹 多表现那些年轻活泼俏丽的小家碧玉或小丫鬟之类的 以做工和念白建厂 石玉镯里的孙玉环 《西乡记》里的红娘等都是花弹的暗眼的角色 张独野真有本额 张独野真有本领 请来了白马将军 五千人放下宾 我一家死里头上 武弹 武弹表现那些身具武艺的女子或神怪精灵 多穿紧身衣服 多穿紧身衣服 表演上重番打 比如护家装里的护三娘 十字坡里的孙儿娘等 刀马弹 刀马弹表现那些女将或女元帅 一般要扎大靠 表演上重靠靶工匠 比如说破红州里的穆贵英 战金山里的梁红玉等等 好 禁止 宝贝英 刀马弹表现那些女子不肯定 刀马弹表现那些女子不肯定 国怪典 什么 对 人 来 出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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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